美國國務卿 布林肯和德國外相 會爾伯克在會晤後的記者會上 聲援納陶宛檢查中共的經濟勒索 雙方還在烏克蘭邊境危機問題上達成一致立場 白宮之前表示1月10日美國與俄羅斯將會在日內亞舉行會談 隨後崩約以及歐洲安和組織也將會分別與俄羅斯舉行會談